迢迢生疤,触摸惊心, 稚嫩的身躯藏有怎样的灰色记忆? 没有身份的孩子如何回家? 花季少女心病难愈,装容作养, 救助人员巧诗妙计, 诗歌朗诵怎样让她中开金口? 见证本期播出《回家没有身份的孩子》。 接触大案悬案 探寻法理脉络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发质变迁 1,2,3 跟他家里边联系情况简单的写一下 这都写一两只,所以现民警以联系远接 因为这要写一个日期 在京务部人照看,然后下面里头我们这单位名称 单位照看,然后给您拖七天,您看行吗? 等于说说父母都在老家是吧? 对 因为是这样,就是到期了,咱还得接回去 对,就先给您拖七天吧 就快联系吧 对对对 三个 咱们 东东是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的第6564个孩子 大部分孩子像东东一样 很快找到了父母 回归了家庭 但也有许多孩子 因为被遗弃或出走 而成为没有身份的孩子 在北京市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一住就是几年 电视这些孩子的 是一串串由数字构成的救助编号 救助编号是按照孩子 进展顺序编辑的 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助的 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 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2003年8月1日 国务院颁布实行 城市生活无助的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办法 同时废除旧的收容遣送办法 将公安部门主导的执法形式 改为民政部牵头实行 由原来的强制性收容遣送 转变为有自主选择权的救助 管理不足返乡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形式 更添许多柔情 与此同时 北京市组建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 针对在北京市发现的 三周岁以上 十八周岁以下 身体基本健康 治理正常 没有监护人的 流浪乞讨未成年人 实施救助 然后帮助他们回归家庭 就在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后不久 北京市开展了一次 大规模救助行动 一个浑身上下 遍布伤疤的黑兽男孩 被东城区救助站工作人员 送到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李洋洋刚来的时候 向我们提供了 他的信息就是 山东省某个县的小刘庄 这个一查呢 发现小刘庄太多了 山东省 就这个县里头 小刘庄特别特别的多 除了这个模糊的地址 王立洋没有再得到任何有效信息 李洋洋的含糊其次 让伤疤的来源始终笼罩着一团名物 王立洋思考再三 决定先帮助李洋洋寻找亲人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包括登寻亲公告 也包括呢 就是询问当地山东省救助管理站呀 包括还有就是山东省的一些县呀 排出所呀 但是他的信息呢 一点的就是 就是值得寻找的信息都没有 他爸也不亲 你爸也不亲呢 为什么要 你是抱的呀 不是 四川去过吗 没去过 没去过 天津的 河北 我妈妈给我买了 买了一袋的春菇 然后我爸爸不干 我爸爸打我妈 我爸我生日结果 然后我妈妈跟我爸离婚了 那后以后 跟我爸 然后我爸不要了 跟我妈 然后我妈要了 我妈的后爸爸不要了 然后我就去我老了家 我老了不让我跟我妈要了 他跟他爸爸生活呢 爸爸一喝多了呢 也是离婚以后 我让他撒气嘛 就打着他 就是埋怨的跑 最后他也迫不得已 从家里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以后呢 也是巴着火车 可能也漫无目的的 就是上了火车了 也不知道这火车能到哪 结果一下就被拉到了北京 那时的李洋洋年纪九岁 而来到卫保中心的时候 他已经十五岁了 这段时间 他是怎么生活的 他身上的伤疤是被爸爸打的吗 当王玉洋想了解更多情况的时候 李洋洋又不说话了 改革开放后 我国进入转型期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相近的面临着收入差距 城乡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 以致人口流动加剧 流浪乱计讨现象也日趋严重 2009年 政治国家从制度层面推动打击 拐卖儿童行为新格局的行程 6月30日上午时分 监国门派出所巡逻民警 将一个衣衫蓝绿 面容憔悴的女孩送到这里 他是哪里人 为何流落街头 无人看管 会不会是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北京 像每次见到一个新来的孩子一样 王玉洋的心里充满了疑问 我们工作人员给他办理入战手续 他就用手语表示 他是个聋哑孩子 不会说话 可以用笔和纸跟我们进行交流 起床吃饭了快点 小小 小小 快起来吃饭去 进去 女孩是为数不多知道自己名字的人 他叫郑小小 四川人 要帮助孩子找到家 通过问询核实信息 是最直接的办法 可是当工作人员 问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和具体家庭住址时 女孩却不再做出任何回答 甚至还会发提醒 我当时正好要拍一些素材 然后我去后边正拍的 他当时正躺在被窝里边 跟那儿就是闹 孩子见到陌生人以后 没有安全的感觉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情况 会对孩子进行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觉得挺有意思 这孩子 就是他 因为他一直是拿着被子 蒙着脑袋 然后他从被缝里边偷偷往外看 结果他突然看到我这摄像机 在拍的 然后他冲我 好像应该是那种 小开心的那么一笑 让我当然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当时觉得这个孩子挺好玩的 每次开饭 郑晓晓总是吃一点就放下了筷子 看到这个情况 王力宏特意让食堂师傅 从菜园里占来新鲜蔬菜 为他烹饰一道具有四川风味的云香茄子 让郑晓晓虽然身在异地 也能吃上家乡菜 感受到大家对他的关心 为了帮助郑晓晓 王力宏 王力宏经常和同事一起讨论 如何才能和性格孤僻的郑晓晓成为知心朋友 更深入地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没想到这一讨论 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 假装龙亚金口难开 诗歌朗诵成最强催化剂 条条上巴触目惊心 智能的身躯藏有怎样的难言之隐 见证正在播出回家没有身份的孩子 回想起郑晓晓入战以来的表现 王力宏隐约感觉到他的行为举止 确实跟别的龙亚孩子不太一样 他多次找郑晓晓谈心 可每回都是无功而返 给我的感觉还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孩子 除了他不说话以外 他在日常生活中 能帮阿姨做一些自己 就是力所登及的一些事 在跟我们交谈的过程中 发现他的眼光不像龙亚的孩子那样 比较呆滞 他眼睛好像会说话一样 听到我其他孩子说过 他半夜可能又说梦话 当时我就想他既然会发音 而且能听得见 他不可能不会说话 十月金秋 新中国迎来他的六十花旦 卫保中心组织了诗歌朗诵会 需要很多孩子分成若干个组 一起排练 有人建议何不安排郑晓晓也参加 利用排练机会对郑晓晓进行观察 在做训练的时候 我有意把他带在身边 有一次因为有几个小孩 他的文化水平不太高 对于这个诗歌朗诵的训练这块 排练这块 进行的不太顺利 我看他坐在下班呢 也挺着急的 所以我就用激浆法 那天就特意去告他们 今天这个排练进行不下去的话 我们中午就在吃饭 我们正在排练呢 某个孩子在发音的时候 可能说错了一个音 他在底下 就是非常 就是你当时没有感觉到吗 我来试试吧 就这一句话就蹦出来了 郑晓晓终于开口说话了 这预料中的结果 还是让人惊喜不已 然后就把他叫过来 说那你怎么会说话呀 他说当然会说话了 他们快急死我了 就是这一句话 把我们在场的人全都乐了 十月的金秋 烁落雷雷 十月的欢歌 声声阻断 十月的花开 万字天空 十月的江河 同代壮观 秋去东来 季节更迭 李洋洋的寻亲工作 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为此 卫保中心 委托济南市救助管理站 派人赶赴北京 与李洋洋当面沟通 因为他们更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 他给我们所讲的这些情况 有很多疑点 包括他自己 应该在他这个年龄 能记住的事 他好多都记住了 唯独这个乡镇没记住 这种可能性很小 所以说我们必须 每个乡镇 每个小流中 去给他查识 尽快地给他找到家 经过协商 卫保中心决定 让江科长 把李洋洋带回山东 对他的家庭住址 进行详细摸牌 回到故土的李洋洋 渐渐放松下来 脑海中 关于家乡的画面 也变得更加清晰 家住的地方是 外面是一条很大的河 然后呢 下面呢 很大的一个偏白的 我们都是住着瓦房 然后门呢 是木头门 墙呢 是土墙 根据李洋洋提供的 有限信息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的 工作人员 带着他来到了 山东省德州市 在当地公安部门的 机器配合下 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 就他 是他 在这 就他 在这 这是我在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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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知道吗 我干嘛 还是 Dutch 我来 你干嘛 你干嘛 行吗 好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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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去 木槿 去马 去马 去 在德鲁 去 是 ze 这 在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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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德鲁 去 它就是 在德鲁 多年终于寻得亲人信息 原本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李洋洋却把脸崩了起来 现在想我吗 但是我不想叫我吗 即使你现在看见他和正常的孩子 和正常的年轻人都一样 但是呢 他从小所经历的这些被遗弃 或者是因为家庭的种种原因 离家出走 等等的这些心灵创伤啊 是在他的人生 人的一生中所陪伴他们左右的 这些东西呢 也都是无法弥补的 李洋洋最终还是决定回家去看一看 暂时放下心情的李洋洋 打开了话匣子 一番讲述让人了解到 他来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前的生活状态 也揭开他身上伤疤的神秘面纱 我每天在外面捡东西什么的 然后冬天呢 然后在马里边睡觉 然后别人勾点衣服穿什么的 然后感冒了呢 然后自己忍着 自己客服 然后饿了呢 自己捡着吃着 捡着瓶子什么的卖了 然后叔叔阿姨看我可怜 勾点钱 聊点吃的什么的 这是我以前爬火车给人打架 没小心拿火去烫了一下子 这是在北京的时候打架 拿酒瓶的 拿酒瓶的家子给划了一下子 这个 就是我想回家的时候 然后我特别想回家的时候 我回家回不去 所以我这一刻一个小字 小字代表我一个人 就是几年从小 一个人孤单的 长大 救助站工作人员 带着李洋洋 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一路上 李洋洋心事重重 八年 离开家的时间太久 他已经记不清妈妈的疼爱 是什么滋味 啊 我们是几男市救助管理站的 怎么 你拿着 几男市救助管理站的 我们一从北京 把他刚才往下来 我们住在海市一下子 你又让我不要的 我们也可以 面对他父亲在哪 哦 是他吧 是吧 我看你一耍一耳 我看你不灵在那 没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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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儿子 你们都咱来咱来 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 孩子来找我 来找 孩子来找尿 我离开 孩子才九十 他现在他十七了 十七了 他叔妈的 他是八二出三 生日 八二出三 你看到吗 他那是鸡子 妈妈说起李洋洋的年龄 和生日使得流离程度 就好像他一直生活在自己身边 毕竟是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 在儿子离家出走的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 妈妈究竟默默地流了多少泪水 挨过了多少心痛 其中的苦楚 没有人能体会 我那里回跟孩子还笑 我苦的 我苦的 我成熙 我苦的 那腌全苦 全苦快的 我妈也 我妈也带着我 也上好庄 去看去 我爸爸带着我上好庄 看去 带着我去看好 是十六多糖 那这两个腌子 他看好的 那就想孩子 我苦的 本以为今生再难相见 北京是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一批执着付出的救助工作者 没有让李洋洋的妈妈留下遗憾 帮助他圆了和儿子团聚的梦 再次见到儿子 被离别阻断了八年的母爱 如绝地的洪水喷涌而出 彻底冲垮了李洋洋心中最后一道防线 只有我在我妈的身边 不管我家里多穷 我只要你妈 我妈不要老婆 我知足了 同意往后 我永远不会离家出走了 主要是我能见到我的亲妈 我能见到我的亲爸 还能见到我家里的哪个女人 我心满意足 孩子长大 去哪里接受学校义务教育 无论去留 没有身份的孩子将如何生存 多方奔走 救助工作者用心坚守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担忧与期盼 见证正在播出 回家没有身份的孩子 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郑小小有一个不喜欢和人沟通的聋哑女孩 变成了一个颇具水准的诗歌朗诵家 经过坦诚沟通 王力宏终于知道郑小小并没有被人拐卖 她是自己来的北京 因为当时她可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因为家庭的情况不是很好吗 就出来打工了 家里头可能还有一个妹妹 需要那个照顾嘛 自己出来打工以后呢 可能就赶上温川地震了 当时一下子跟家里失去了联系 家里的情况一概都不止 她当时也是穷困潦倒 因为在北京 来到北京以后打工呢 可能也是自己的行李 还有钱呀 都被我们牵走了 原本干净利落的一个姑娘 就此流落街头 成了棚头垢面的流浪汉 郑小小的内心出现巨大落差 加上故乡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天灾 心情跌入谷底的郑小小 不愿和任何人交流 也不想回家 就索性装聋作哑 扮演起聋哑女孩 没想到呢 这一失去联系以后 等到她再联系上家里人的时候 可能都过去了一年左右了 但是呢 这种心里的这种阴影 可能一直没有抹去 她就是很长时间没联系家里 她有一种愧疚也好 或者是当时她一种害怕的心理 当时没有联系家里 就是一拖再拖 来到北京时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后 大家对郑小小 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耐心细致的照顾 让她感到了久违的亲情和温暖 她曾几次想要说出实话 但碍于情面 没有张口 这次诗歌浪奏会 给她提供了一个 打破沉默的机会 根据郑小小提供的信息 工作人员很快和她的家人 取得了联系 行行行 那我们回头给您送过一句 买个票跟您联系 然后您这个手机保持畅突 好吧 由于她已满18岁 卫保中心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为她办理了自行离战手续 至此 郑小小结束了为期137天的受助生活 踏上了平安返乡的旅程 回归家庭 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孩子是幸运 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家 也正是卫保中心所有工作人员 最快乐的事情 但是他们经常要面对的 还有那些因患重病 而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这刘四宇刚来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眼睛有一只 老觉得就是睁不开那种感觉 在观察了一周以后 他的眼球就是凸起 就是肿的大的 当时肿的时候就像一只小拳头这么大 后来呢 和领导协商以后 准备带他去同仁医院救援 同仁医院是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 刘四宇需要在睡眠状态下做核磁检查 但是他年龄比较小 不能配合 要服用安眠药来辅助检查 但是呢 即使这样 当我们把他放那时候呢 他还是没法配合做检查 只要一放那 他就 就是一离开这个人的怀抱 他就醒了 所以做了一周 检查只做了三分之一 生活用品 我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好好 我待会儿一个小时左右我到吧 病情严重来的时候 但是送完医院以后呢 在那儿紧急治疗一天 徐海君只能跟医院协商 医院说 先做一个切片检查 最终 刘四宇的病 被确诊为一种高度恶性的胚胎瘤 这种病做手术的话 只能加重痛苦 而对于他生命的延续 还没有任何明显的好处 刘四宇的父母把他遗弃以后 也很想念这个孩子 通过各种途径 找到了卫保中心 作为孩子来讲 不管他是健康的 还是有残疾 有疾病的 他都希望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特小孩 真想救的 这个眼睛没事的时候 对 当时没事 原来没痛手术的时候 你那什么 你做给他做手术 正常他是一个眼柳 他手术 离战手术 那接点人呢 对 接点人员去 正如人员呢 又是 对 但你没了什么 行 2月28号就给他转到儿科病房 就进一步治疗了 就开始 等于是用那个化疗 从第一次开始化疗 到昨天为止 昨天是第三次开始化疗 不能因为家庭情况 经济因素呢 在孩子发生这种重大病情的时候呢 就把孩子移弃掉 这样呢 不管是健康的孩子 还是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孩子来讲 无论从精神还是从心理上 都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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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了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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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接你来了 我妈妈接你来 我妈妈接你来 虽然如此与这种病 目前没办法治愈 但是亲人的相伴 对孩子 对父母 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我妈接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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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课可以玩 语言书鞋 他有音乐 方老师教我们吹树笛 当时我不会吹 然后那个 男老师就很负责地教我们 像爷爷一样 他这区别是 如果和正常孩子 家长和学校可以 很好的去配合 培养这孩子 和这些孩子呢 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 到点教书来呢 主要是教什么呀 教书教书 就是教学上学 使学上呢 赖学 乐学 和善学 和会学 根据以人为本的 救助原则 保障受助儿童 接受教育的基本权益 卫保中心 在与北京市教委 沟通协调后 聘请退休教师 来这里教课 为孩子们 提供丰富有趣的 课程安排 对于在战内 长期滞留的孩子来说 能够和普通的孩子 一样 到学校学习 接受正常教育 是卫保中心工作 面临的一大难点 这个文化科学 最大的困难就是 孩子的称资不齐 那个是 什么样的基础 都有 上述部学也好 语文也好 我先给一个年级的奖 奖完了以后 让他们写个页 再让其他的 带给那个年级的去奖 根据长期滞留在战内的 受助儿童的具体情况 卫保中心 会筛选出 治理正常 到达适合上学年龄的孩子 把他们送到北京SOS 国际儿童村进行脱养 这里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 基本的生活 安全 卫生保障 还可以让他们接受 正规的小学教育 和正常孩子 站在同一个气泡线上 截至2014年 卫保中心 总共有15个孩子 在儿童村生活 双胞胎兄弟 大胞二胞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有一年 是幼夜中节 我记得 然后我跟着我们 那个徐准 到几位陈道 去看他们 我一见他们那屋 我就我第一眼都看 就他们俩 然后一台 台看见我们来 就蹦着跳着就过 然后他 然后我接他还问 他说 确实说 那个 你还摄像呢 当时这个情景 让我感觉到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比较欣慰了 我感觉就让我心里 就是说 他居然还能记得我 就是我那么饿 就去看他们 也主动地会 对他们的学习情况 进行一些 清除 特别是二宝 这孩子搞得特别好吃 他蛮考试的 每次 不是第一就第二 其实我们工作人员 内心也是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就是希望 孩子能够回到 父母身边 得到很好的照顾 因为这种心情 是无法代替的 另一方面也是担心 孩子吃得怎么样 得病了 能不能及时看 能不能跟其他的孩子一样 上学 读书 这些都是问题 然而还有更大的难题 在等待和考验 胃保中心 甚至全社会的智慧 年晚18周岁的孩子 是部署于 胃保中心 救助范围的 编号0048的王聪 是一个变形 他12岁时来到 胃保中心 在这里生活了六年 如果他再滞留下去 就会成为社会上的黑户 没有户籍没有身份证 在社会上很难生存 因为你参加工作 你这个连一个自己的正式身份 都不能正式规范的单位 是不敢用一个这样的孩子 去用工 因为没有户籍 你也不能开放个人任何的 这个银行的这个层角 你开工资都没法给你开 这个孩子长大了 会结婚 是吧 他们会创立家庭 但是你又办不了这个 这个这个 结婚案 你没有户口 没有身份 就不能帮你结婚案 你结婚生日也是困难 工作人员对王聪的安置问题 进行了专项研究 为他联系到了一家爱心企业 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只能按照长期滞留 两年以上 按政策 可以解决 但是刚才谈到的 就是北京特殊城市 解决户籍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些还我们先户籍 还没有得到协议 但是这个事情 各界领导都在基因统集成 进行协调 我们相信 将来会有一个 好的解决办法 王立宏的手中 有这样一本书 随意放开其中的一页 帮助困境儿童 发挥家乡的爱心故事 便历历在目 对王立宏来说 它不只是一本 来自首都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工作的 一线报告 里面还存放着 他从事救助工作的 十几年里 那份难忘的回忆 愿我能帮助我 你怎样走过 大地之大地之中的 每一个角落 天地的梦 谁都不会色谷 终于迎来今天 这万一时刻 这万一时刻 最先将上安落 我们曾投过 每一次相望和笑脸 都彼此名合 彼此名合 太阳光灿烂 欢乐的日子里 我们说了说话 叫说的太多 凶悍邦匪劫劫劫人质 夜行七百公里 强行闯关穿越边境 蒙马公安边防派出所 紧急出警 为解救人质 创造关键时期 见证下期播出 烈手22分钟 紧急解救